咱们先把整个这事情给大家回顾一下 这个事其实是今天夏天发生的 就是今年的6月15号 这个蒋老太太从自己家出来要去倒垃圾 结果在路上就摔倒了 他摔倒是摔倒了 旁边有三个小朋友 其中有一个过来了 可能是要把他拉起来 结果这蒋老太太死死的抓住其中一个小朋友的手 起来就说自个摔倒是他给撞的 但这三个孩子说我们没撞倒 他叫我的 那他怎么叫你呢 我来扶我一下 阿婆你有没有在倒地以后 你说过来扶我一下这句话 我没叫他 你没有叫过小孩子的小朋友 我没叫他 当时走的半路上 三个小孩一装把我装滚了 这就滚在地下 结果就这个事 蒋老太太坚持是三个孩子把他撞倒的 结果到医院一看呢 大腿根部这粉碎性骨折 连着这医疗费花了两万多块钱 这么这个老太太的儿子 公某某 就带着老太太 包括他自个儿的儿子 天天到人家撒孩子家长上去闹去 你赶紧你赔我吗 我们老太太花两万多呢 那边的人就是危险我 说要保护我的家人 强行收乱我一千一百块钱 少一分都不行 结果这个期间 派出所啊和司法所的人呢 进行调解 就是你们赶紧问问怎么回事啊 如何如何啊 结果这事怎么着 双方也很难达成一致 一直到今年11月16号 这个公某某呢 把自个儿妈 这江老太太 背到其中一个小朋友家里了 放他家里了 就你反正你不给我们赔偿 我们老太太反正吃喝 你全养着吧 我们也不管了 我家里面真的吃饭 吃饭他开门 门一开 他一样全部要涌现了 有个五六个人吧 一样涌进来涌现 就把老太太放在那里 他就走了 我就不管 我们还得管他吃 管他住 还怕他饿到了 转于两天时间 结果在这种情况下 逼得这些家长没办法了 最后呢 直接让斯帕索来给断 当时斯帕索给断出个什么结论呢 就说这老太太花两万多吗 除了能报销的部分 剩下的部分呢 在三一三十一 你们不撒小孩带着老太太四方吗 一家拿两千五 把这一万块钱给解决了 结果这些家长觉得冤了 我们孩子你说干的是好事 没干坏事 结果干好事 我们还得赔钱 所以最终也不服这个调解结果 昨天就是我们到司法座去 司法座它是终极条件 司法座现在就不处理我们的问题了 它不关了 最后到了11月23号 当时所在这个达川区公安分局 下边的南外派出所对这个事进行的全面调查 结果呢 有三位证人站出来指证 说是确实是那老太太资格摔倒的 跟那仨孩子没有关系 人家其中的这仨孩子要过来 所以根据目击证人以及其他的一些证据链条呢 最后呢这个达川区的公安分局给出了这样一个结果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认定呢 这个事呢撒孩子 没关系人家是做好事 而且你后来这公某某带着他妈到人家去 往那一放不给钱就不走了怎么的 这涉嫌敲诈勒索 所以对这个蒋老太太呢 行政拘留七天 对着他儿子公某某呢 行政拘留十天并处以五百块钱罚款 由于蒋老太太已经满七十周岁了 按照我们国家相关法律规定呢 这个拘留可以不执行 最后就这么一个判决结果 那么这个结果出来呢 我在网上看到 舆论一片混淡 要不然你说这老人倒了 谁也敢服 这种舆论的是有一定来历